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得的各部會所給予的所有的紓困的補助 不管是補貼 補助 津貼 或者是獎勵 或者是說補償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就是當時這些補助的目的都是為了要 衛冕或者是獎勵我們的這些抗疫的這些企業或者是相關的人員 那另外呢 對於也是協助我們企業來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呢基於就是希望能夠達到防疫的目的 所以我們這次在紓困條例的第九條之一 我們增定了一個條文 就是只要依紓困特別條例或者傳陽性防治法第53條 或者是其他法規所領取到政府所給予的任何的補貼都可以免納所得稅 此外呢 就是為了讓鼓勵我們的企業呢 能夠大家一起加入防疫的行列 讓我們如果有員工 因為在這個疫情期間呢 必須要請這個防疫隔離架或者是防疫照顧架 那原來雇主是可以不給薪的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企業能夠大家一起能夠加入防疫的行列 所以我們鼓勵企業呢 能夠給予我們這些員工薪水 那為了鼓勵他們給薪 能夠在薪資所得的費用上面能夠加倍減除 所以我們訂了紓困條例的第四條 讓企業你給一塊錢 那你費用可以扣兩塊錢 就是加倍扣除 然後讓他可以得到減稅的利益 那此外呢 就是今年度因為我想營利事業因為碰到今年的疫情 可能營運收入減少 也許會產生虧損 那產生虧損的企業當然今年度是不用繳稅的 但是呢 這個虧損其實依照我們所說的稅法第39條的規定呢 你可以留到以後10年都可以去扣抵你以後年度的盈餘 那也可以協助你減少以後年度的相關的稅付 那只要符合我們的規定 在10年內的稅這個虧損都可以扣除的 好 第四個呢 要報告就是我們採取了主動減稅的措施 那這個措施主要就是 大家知道營業人最近最近的時間 也許營業收入減少 對於使用統一發票的營業人 他因為收入減少銷售 自然就會減少 但是對於某些呢 是屬於我們查定課增營業稅的營業人 這些人 譬如說像我們的計程車業者 理髮美容業者 或者是說我們那個營業收入在20萬元以下的 小規模營利事業的 免用統一發票的業者 他們平常的營業稅呢 是由我們國稅局來查定課增的 那這一次呢 我們也要求我們的各地區國稅局呢 主動去核實調檢 我們這些受益起影響的這些小營業人 他們的這個營業稅 所以呢 一到三月份呢 我們現在已經核實調檢了 大概48萬.2家的營業人 然後稅額大概已經有1.9億 調檢的稅額大概1.9億 那這個部分也不需要申請 然後我們最低可以調到0都可以 那接著要報告的就是 今年的所得稅監案申報呢 為了要紓緩我們這個民眾的經濟壓力 那以前我們的第一批退稅 都是到7月底來退稅 那今年我們會提早一個月 就6月30號來退稅 那依照以往的經驗 就是去年度我們申報的經驗呢 大概可以適用的戶數有294萬戶 那退稅的金額有455億元 那這個部分原則上呢 就是只要你是採用網路申報啊 或者是用稅額試算來回復確認的案件 或者你是在5月11號以前 以人工 或者是用這個二維條碼來申報的 那所以有人都可以試